啊 外表看似可爱的草尼玛 却是超现实的怪物 电波系养成游戏草尼玛凶贵开战时刻 继承了前一代惊悚又治愈的特色 玩家一样要透过攻击吸收其他的同伴 让草尼玛不断进化 而这一代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选择 纯粒或从属两种进化路线 到最后两者的样子可是会完全不同哦 玩家们在养大草尼玛之前 记得得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免被吓到哦